早期晚A的保养公式近年来成为美白抗老话题 由于维生素C与维生素A具备抗氧化能力减少自由基损伤 以及刺激细胞新陈代谢 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因此相关保养产品在市场上相当热弱 维他命A的衍生物可以帮助胶原蛋白再生 所以理论上它可以抵抗皱纹的产生 维他命C它有两个一致的功能 一个是美白 一个是帮助胶原蛋白再生 所以他也可以抗老跟美白 所以学理上可以这样做 相关成分的保养品 单纯成分上虽有其功能 但搭配不同其他成分组合 对于肌肤的刺激反应不一 民众在使用前应损失自身皮肤状况 擦在手上跟耳后是为了避免你的敏感性皮肤炎 然后擦在脸上是为了避免你的刺激性皮肤炎 你擦的都没有问题了 才可以试着擦一阵子 大概平均每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 你就要去回顾一下 你有没有产生刺激性皮肤炎 或者敏感性皮肤炎 早新晚A是目前盛行的肌肤保养模式 在选择产品前 除了了解副矿外 是成分的补剂 是否会造成皮肤累积伤害 并且谨慎适量使用 随时进行肌肤监测 才能安全提高保养期待 降低与避免肌肤不良反应 TDN生活中心综合报导